新西兰坐落于太平洋的最南端 是一个由火山喷发而天然形成的岛国 那里四面环海 空气清新 全岛零污染和和谐的生态环境 使新西兰在世界上赢得了 人间最后一片净土的美丽 距离北岛奥克兰东北方向 一百公里的海中 有一个小众的岛屿 大障碍岛 它与激流岛 科罗曼多半岛 小障碍岛等组成了一个岛链 如同一群守护者 把太平洋匈迷的波浪与奥克兰隔开 这才让奥克兰人 总是可以享受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湾 大障碍岛是库克船长 为它起的欧洲名字 毛利人管它叫做Otti 不过越来越少的人 知道它的毛利名了 因为这里安静和纯粹 你会觉得 大障碍岛的蓝和绿 是被上帝坚心洗涤过一般 通透 因为工作关系 我在这个小岛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 陪同我的是当地的向导 毛利人Derry 据说原住民毛利人 是在公元500年至1300年间 抵达新西兰的波浪丽西亚移民 他们是天生的猎手 在海洋当中 鱼猎大型鱼类 搜寻龙虾 采集深海食材 自由串情 而我们每天的食物 也都来自于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冷酷 海洋